詩子山學會 是怎樣餵嬰兒和說是那個是媽媽 即是女人 現在政府是跟所有的女人說 為了你們好 不讓你們接收資訊 主席 你看看局長 他是一個男人 在他眼中 女人是沒有腦 我們不懂自己說是的 但我想在這裡提醒一下他 香港的大學生入面 超過一半是女人 甚至讀醫科的都超過一半是女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還夠膽說為了我們這些無腦的女人好 為了保護我們這些無腦的女人 所以不讓我們接收資訊 局長 那我想問問你有沒有媽媽的呢 如果我跟你媽媽說 為了她好 不讓她看新聞 不讓她接收資訊 那我想問問你會有什麼感受 其實為什麼政府一直都想打這些奶粉資訊呢 香港明明已經有商品說明條例 為什麼政府還要繼續打下去呢 根本就是香港有一幫人奶塔利班 他們要用盡方法 逼媽媽生完小朋友之後 只是餵人奶 無論什麼情況之下 都是要餵人奶 這一幫人奶塔利班根本就是想這樣 當媽媽不知道有什麼奶粉 甚至不知道有奶粉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成功地逼媽媽拿到乳房出來餵人奶 因為他們覺得不餵人奶就是邪惡 那我想問局長有沒有想過 有些媽媽是收養一些被遺棄的小朋友 那這些媽媽是邪惡嗎 有些媽媽有傳染病 不想將病傳染給自己的小朋友 也有些媽媽不夠乳腺 餵不到人奶 那他們又是邪惡嗎 甚至有些嬰兒仔一出生的時候 媽媽已經爛產死了 那這些媽媽又是邪惡嗎 主席 主席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立即擱置這個建議 亦都希望局長這個沒有子宮的男人 不要只是覺得我們女人得對乳房和沒有腦 我們詩子山學會深信 誰的乳房誰說事 謝謝主席 下一位是智利議員